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未来式时间了 你看到未来了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秀秀秀的频道 我是阿修 在经历了一连串 闻风尚胆的红卡 六周年卡池COMBO后 台湖玩家即将迎来一段 以屯时来说算是可以省 但是活动会非常频繁的时期 嘛就是FGO日常 上半年涨少 下半年赶飞机的活动排程 宇宙神游一如既往 我刚刚随手算了一下 到新年的四个月之间 四五星的新角不包含活动免费角 有十二支 有点多 是真的有点多 所以本次着重在马上要来到的 泳装活动六位角色 以及比较重要的活动排程 苹果未来式的部分 首先马上就迎来询问度极高 第六次泳装活动 加勒底夏日大冒险 追梦的少年与怀梦的少女 两支五星四支四星 五星角 泳装加魔 蓝全体光炮 关于泳装加魔 宇宙灵 泳装沙身月的比较 我有做一个影片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人会问 泳装加魔要抽吗 泳装衣粹要抽吗 宇宙灵 泳装沙身月保几 可以不用抽这两支等等的 首先我们先看看泳装加魔的技能 技能1 蓝卡30%三回合 技能2 宝卫20%三回合 全体魅惑 技能3 自身NP加50% 普通攻击上碍眼状态 宝具 蓝卡全体光炮加魅惑特攻150% 这边要特别提两个重点 第一 泳装加魔的自我回复技能 每回合自从3.8NP 宇宙灵只有3.5 所以泳装加魔很有机会 每回合回到4NP 二 泳装加魔在01的时候 宝具时间超级快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 泳装加魔的宝具速度是9.5 宇宙灵是14.63 那泳装加魔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 它是宇宙灵的唯一上位版本 在同样宝具的情况下 泳装加魔每回合的NP 回得比宇宙灵高一点点 宝具速度比宇宙灵快很多 伤害面的部分 因为宇宙灵可以越打越痛 泳装加魔则是要靠魅惑特攻 才可以在第3回合反超宇宙灵 如果中途遇到大怪的话 魅惑就要放在第2回合用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开了未来式之后 我们在一年之后可以抽到一只角色叫 泳装一吹 泳装一吹是目前蓝卡周回的王者 NP率好看 自从50NP狂直 宝具还追加了帝特攻 那今天问题来了 台服玩家大多都开了未来式 宇宙灵泳装沙三院 可能都有保三保四保五了 对没错 泳装加魔很强 宇宙灵90分的话 泳装加魔大概是92分 而且很香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战力而抽 泳装加魔 那你是不是一样要抽同样的宝具等级 才可以替代宇宙灵 那既然为了战力 一年后的泳装一吹你要不要抽 是不是又要抽个保三保四保五 所以泳装加魔真正的问题是 它出卡时间很尴尬 为了战力跟省石头 你可以继续用宇宙灵泳装沙生源 甚至成功 然后等泳装一吹 那为了卡图跟香度还有爱 哦那就是抽包 推荐程度 没有蓝卡打手 等不及泳装一吹 有蓝卡打手 香灯泳装一吹的别抽了 不过香度跟魔主 我给他三个S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泳装黑冲田身上 泳装黑冲田 五星剑指 技能一攻击加30% Q卡加20% B卡加20% 都三回合 技能二自冲32P 暴击加50% 技能三 NP率加30% 然后宝具Hit数又漂亮 你可以把泳装黑冲田想成有自冲的剑指炎裤王 在一些特别组队上 甚至可以搭配奥博龙沙狐来组队 那泳装黑冲田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大问题是 现在台服是红兰卡时代 Meta跟不上 当然在泳装思卡地出来之后 泳装黑冲田可以在90架关卡打6架成周回 但因为没有特攻 所以没办法在90架架出场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为了纯实 你还是可以继续用宇宙灵 泳装沙伸院甚至成功 那为了卡图跟香度 还有爱 那就是抽爆他 推荐程度 有爱再抽 而这次 四星的泳装角色也是一样的道理 强度上面不差 但都有替代性 泳装黄女 蓝卡单体公子 技能1自冲50NP 蓝卡30% 技能2无敌 彩星20颗 技能3保卫20% 暴击加30% 基本上就是小黑的 为上位版本 不过小黑作为保五活动角 伤害不俗 而且居家服务很赞 伤害面上 黄女要到保二 才约等于保五的小黑 要代替小黑 建议抽保三会比较好 没有小黑推荐程度 A 也有小黑推荐程度 B 泳装夏洛特 还是仓越化的 四星蓝卡数字 技能1 蓝卡30%三回合 敌全体每回合赋予30% 技能封印状态三回合 技能2 可以赋予单体封印一回合 保卫20%三回合 技能3自身NP加30 单体加30 可以视为自冲6死或是他冲30的角色 保具有技能封印状态特攻 配上技能2可以视为万物特攻 但只能单体一回合 伤害面很强 作为泳装黑冲点的副产物 战力上都不差 小缺点大概就是 角色是仓越化的 不考虑卡面推荐程度 B加 特攻伤害还是不错的 泳装加魔的副产物 凯尼斯 单体红卡旗帜 红卡没自冲跟不上杀狐Meta 下去 泳装青少纳眼 四星黄植绿卡单体 技能1 攻击加30%三回合 暴击38%三回合 NP加20 技能2 回避两次 暴击加100%一踢 技能3 产性25颗 宝具有 人特攻 秩序特攻 隐从者特攻 第三个特攻用不太到 通常视为双特攻 单体宝具 对上双特攻的话 会非常强 泳装诺子在刚出来的时候 不怎么被重视 毕竟还停留在红蓝卡时代 但在泳装RBA出来之后 诺子拥有的QBBBA配卡 得到重视 因为第一次的90++关卡 敌人配置是111 配上刚出来的RBA 可以说是大方异彩 一度被视为90++周回的新打手 但在90++敌人越出越多的情况下 泳装青少纳元的出场几率越来越低 不熟的伤害配上RBA可怕的产星 伤害面很强 有机会在罚柱站登场 推进程度B加 卡面跟模组的诚意很高 喜欢青少纳元的粉丝建议不要错过 but战略上其实台服玩家可以等泳装4卡帝出来之后 本次6只泳装角色都会复刻 如果愿意等7周年卡池COMBO结束后 抽到能辅助泳装青少纳元 泳装黑冲田的泳装4卡帝之后 再回来补这两只其实也不迟 当然如果你这次卡池出来 就想找我代抽也是OK的哦 好那未来是时间 就战力而言 本次6只泳装角色 红蓝卡队皆完善的屯10流玩家 都可以直接跳过 如果是未来想玩绿卡队的玩家 可以在等一年后的7周年 加2022泳装卡池COMBO后 再考虑补两只绿哈角 而新手玩家在有素傻 没有宇宙灵 没有泳装沙声乐的前提下 可以考虑抽两只泳装加魔 作为蓝卡万用打手使用 这90加关卡还是很好用的 然后战力是一死的 香度是永远的 泳装加魔真的赞 这边要特别再讲一下 活动排成的部分 上上中的影片我有提到 泳装海盗箱是未无限箱 但没有提到的是 包含法柱在内 6到10月总计会有5个无限刷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刚结束的泥鹿季 第二个是接下来的海盗箱 海盗箱虽然没有QP跟总火 但可以刷15种素材 效率非常好 台湖泳装海盗无限箱 预计于6月20号开始 为期21天 有素材需求的朋友们 在90加关卡后 建议吃100颗金苹果左右 刷一下素材 8月 叶马台国活动复刻 有罚处活动可以参加 但因为给的素材普普通通 没有特别缺的玩家 建议可以加紧刷就好 不用吃太多苹果没关系 另外建议在这个活动 投入500万友情点去抽友情池 去把哈贝猫戳回来 然后补一下 从者硬币 之后可以拿来换圣杯 9月会有圣诞无限箱可以刷 但本次最高效率关卡仅开放3天 在集集关卡开放的现在 9月圣诞箱的效率不算特别好 也不建议吃太多苹果在这边刷 尤其是圣诞箱结束后一周 马上就会迎来第5个无限刷活动 飞铃掌生存圈吞骨斯活动 与叶马台国活动一样 属于罚柱类活动 本次活动除了会给超多的素材之外 大家很缺的铃粉小钟 也可以在这边刷到吐出来 除此之外 本次也是著名的刷瓣活动 由于活动礼装会再额外加瓣值 也建议大家可以抽几张活动礼装回来 如果想要客家一点 也可以考虑抽100万友情点 拿三星礼装来摊瓣 活动快到的时候会再跟大家介绍 总之如果要刷瓣的话 可以考虑为这个活动 投入200颗金苹果来刷 会很快乐 那本次未来式的影片先到这边 时间也有点长了 未来卡仕的部分 我想要等到7月底左右再陆续介绍 那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